然后呢 这个志愿者的部分 他们是执行他们的工作 他们在维持秩序 你不要为难他们 那个孕妇是受害者 警察到现场去了之后 是告诉孕妇说 你不要为难人家 人家在执行他的秩序 就这一讲完之后 你想想看整个案子 等于这警察等于是吃案了嘛 他就是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所以这孕妇就被打得莫名其妙 那像这样的状况 更扯的是什么 更扯的是第三个例子 这个有一个影片 他们把他留了出来 这影片是怎样呢 他明明就是外送的菜 在还可以送的时候 已经送来了一大包哦 四五代就放在他门口前面 然后一个有脑袋的健身的男子呢 你就看到他跟他前面的志愿者 穿着大白色隔离衣的 两个之间呢 在沟通 沟通什么呢 他说这是我的菜 你要给我啊 就你知道这个志愿者 做什么事吗 拿那个消毒的 在菜上面噴一圈 你这个东西呢 有毒不能要 我要把他带走 然后就 他就跟他说 我明天要吃 后天要吃 大后天也要吃 我没东西吃 你凭什么把他给带走 他就志愿者就跟他说 你不要找我麻烦 他就是有毒的东西 他就要当垃圾处理 然后话讲完之后 他把整袋就拿走了 中将 他根本就是自己要 私吞掉这一批菜 他根本就是来 所以到最后这个 志愿者变成打劫者 所以你看 中国这一批 上海疫情里面就看到 我会把他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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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